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2019跨境大视键盘点,大卖家都在使用的十大站外引流神器2,因为其特殊的媒体性质,所以其CPM可能比Facebook贵出8-10倍,所以想要尝试的卖家需要有充足市场调研做准备。 7. Snapchat Snapchat是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新型社交媒体,数短视频类的平台,在Snapchat上做电商推广,可以将电商产品和短视频内容结合,只要能找到刺激用户的点,就有机会触发用户的顺势消费。 8. TikTok TikTok是抖音短视频国际版,随着TikTok在海外接连获得佳记。 TikTok被视为中国产品出海的新模式,TikTok广告的唯一广告资源就是推荐页的信息流广告。 TikTok广告是原生覆盖、引爆传播,并且TikTok广告隐蔽在平台本身的视频信息流中,用户会更愿意接受广告的存在,不会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。 TikTok的广告内容跟Snapchat一样,都是将电商产品和短视频内容结合,刺激用户的顺势消费。 可能这些平台上的产品本身价格并不高,对多说用户来说,就是个小玩意。 如果能刺激其消费的点,会制造很多销售的可能性。 如果点评,目前TikTok主要针对的日本、台湾、印度等地区的目标受众,如果广告主的推广市场是这三大区域,可以选择尝试TikTok广告。 TikTok让产品广告形式更加丰富,也增添更多的趣味性,以及与用户的互动性。 9.Pinterest是世界上最大的图片社交分享网站。 网站允许用户创建和管理主题图片集合,例如事件、兴趣和爱好。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,Pinterest的电商属性是最强的。 用户上这个平台,都是带着购物,或者寻找目标产品的期待。 且其广告的红利期还在,未来一段时间还是大有作为。 如果点评,目前量极有限,Pinterest本身也不希望平台上都是广告。 它更想要用户分享一些原生的真正的好产品。 这可能会是限制它未来发展走向的一个点。 10.Youtube YouTube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。 流量全球排名第三,仅次于Facebook和Google。 YouTube是Google其他产品,与其他网站相比。 在同一关键字下,YouTube链接排名更靠前,更容易被排在首页。 因此,YouTube推广对于ICO是有很大帮助。 关于YouTube的排名逻辑,一是曝光量,越多人观看,自然就排在前面。 二是根据彩合顶的数量判断,点赞,Good的人数越多,排名也会越高。 但一般是综合来判断,并不会只根据一或二其中一个原因判定。 一个视频,如果收到的赞,评论和分享多,这个视频便可以在YouTube上以病毒式传播。 如果点评,其实现在的站外引流越来越讲究视频的营销方式,包括亚马逊很多产品都加了视频的。 因为视频比较直观,信息量也更大,这也将成为一种趋势。 但很多卖家会有一个误区,一直认为视频很麻烦,感觉需要很多的材料,感觉自己没那个天赋。 其实,拍视频和拍照片一样,都可以流程化运作,万事开头难。 感谢观看